伏达轩言 扫帚不到 灰尘照样跑掉 伏达电器 全凭实力 月上滨风 Panda数字王系列巡护机 摩托罗拉设计制造 想到一些 但是不是因为对手太多 今天他完全超发挥 就是说这个重量 你看137.5和307.5 都是没举过的 但是175在家也举过 在家而且举得很轻松 我相信177加上去也肯定有 今天体力挺不错 但是平时在你训练当中 177也是比较少举的 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强的信心 最主要有你们这般支持者 唐灵生这位朴实的广西小伙子说 他连举重除了为国争光 也是为了自己能够带着一个冠军的奖牌 回到生他养他的乡村 亚特兰大应当成全唐灵生这样 朴实倔强的中国选手 26岁的唐灵生父母双亡 举重可以说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他今天早晨像奥运金牌的冲击 与张湘森昨天的果敢一样让人钦佩 唐灵生参加的59公斤级比赛争夺 是异常的激烈 他的对手有土耳其的苏莱曼诺格鲁 还有韩国的全饼宽 保加利亚的佩扎洛夫 其中希腊的萨巴尼斯 是去年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得主 面对这样激烈的角逐 并不占绝对优势的唐灵生 要想冲击金牌 必须和昨天的张湘森一样去拼 在最后一次试举中 希腊的萨巴尼斯倒数第二个出场 他举起的重量与唐灵生的成绩一样 但是萨巴尼斯体重比唐灵生轻 唐灵生如果想夺冠军 必须举起他平时的极限重量 170公斤 此时在场的官员 把这个冲击金牌的计划 报告给了奥运代表团团部 我们的实力总体比人家低 就是今年看来 我们是发挥的比较好 看看原来我们是想保五争三 现在已经进入成绩 现在并列第一 那么我们输体重 现在看来成绩要比预计的要好一点 按照平时的惯例 比赛成绩要低于训练成绩 因为举重选手叫在赛前减轻体重 人们在担心志在一搏的唐灵生 该不会重演昨天张祥森的那一幕 张祥森昨天是在不拼不能拿金牌的情况下 硬是试举自己的极限重量 而在张祥森肯定与冠军无缘的时候 他的队友蓝士章再一次要了一个 超出平时负荷很高的重量 162.5公斤 胜就是冠军 输就是第四 如果不冒这个风险的话 蓝士章很有可能拿到铜牌 今天赶到局中馆为唐灵生铸位的蓝士章 又向我们讲述了昨天他的想法 当时就这种牺牲式的这种做法你怎么看 当时我想一个局157.5 他就看着金牌就这样溜走 是有点忽养心嘛 还是要觉得应该是冲金牌吧 看起来自己也 好像感觉体力也很好 所以还是想冲一冲 那么后来就是这种冲击没有成功的话 你自己就是说连同牌也没有拿到 你自己会不会觉得就后悔啊 或者说这种不值的想法 也许中国局中队与奥运金牌绝缘的时间太长了 中国局中选手在不惜一切代价向这块金牌冲击 尽管昨天张湘森和蓝士章的冲击失败 今天唐灵生又再次承担起巨大的风险 此时他身上承受的重量 大概不仅170公斤这样一个可以计算的数字 但是唐灵生成功了 他似乎不愿意把陈甸甸的杠铃放下 他似乎还在疑问着望着四周 这是真的吗 总成绩307.5公斤的重量是真的 这一块重达307.5公斤的金牌 实实在在的属于唐灵生 属于生他养他的国土 今天又一位走上奥运会领奖台的 是古典式摔跤57攻击机选手圣泽田 圣泽田是巴塞罗纳奥运会的铜牌得主 四年之后他又一次摘取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尽管是一面铜牌 但是在欧美项目占优势的摔跤项目中 中国选手能够连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圣泽田在预赛中与美国选手丹尼斯哈尔相遇 由于摔跤比赛采取的是双败淘汰制 圣泽田输掉这场比赛后就失去了夺得金牌的可能 在今天的比赛中丹尼斯哈尔一上来就占有优势 得分之后便采取了拖延战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圣泽田为本教育运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但是终于没能如愿 我们希望中国摔跤界能够在下届西尼奥运会上更上一层楼 今天游泳比赛又掘出了四枚金牌 中国小江再次失利 在上午进行的200米自由泳预赛中 小江山英名列第八名 山英在前一天的100米自由泳预赛中也没能进入决赛 山英与澳大利亚的名将苏绅 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上 东道主瑞典队在互设点球当中败于中国队 也未能进入四枪 本届奥运会上首次设立了女子足球项目 使两队再次相遇 这场比赛对两个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 因为分在这个组的还有美国队和丹麦队 美国队被公认为本组实力最强 这样要想以小组前两名的身份出现 必须吃掉其他两个对手 这场比赛在华盛顿举行 中国队当中有九名参加过五年前首届世界杯的老队员 是一支新老结合的技术型队伍 配合熟练 而瑞典队身高体壮冲撞能力强 特别是高空球有优势 双方在比赛当中各自都有不止一次的得分机会 特别是中国队显得比对手的配合更加成熟 动作也比较灵活 得分的机会更多一些 参加本届奥运会女子足球比赛的一共有八支球队 分成两个组 上届世界杯第三名美国队 第四名中国队和丹麦队瑞典队分在一个组 世界杯冠军挪威队 亚军德国队和巴西日本队分在B组 小组前两名出现 中国队在上半场第29分钟 发动一次进攻15号施桂红一脚破门 射入了中国女足在奥运史上的第一球 这个球同时也应该说是整个中国足球界 在奥运史上射入的第一球 因为中国男子足球队虽然在1988年参加了汉城奥运会 但是三场比赛一球未尽 仅过了两分钟中国队又一次获得了机会 赵丽红中场断球 单人匹马带球从左路杀向禁区 在禁区边上 射门球从球门远角入网 这个球射得非常突然而且弧度非常好 中国队此战的胜利为获得小组前两名 从而进入奥运四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与中国女子足球队开门红形成对照的是 上届奥运会银牌得主中国女蓝首次亮相 以九分之差败在意大利队手下 使自己从一开始就面临非常艰难的处境 意大利队是欧洲亚军上届奥运会 也和中国队同在一组 而且两队也是在奥运会上首战相遇 当时意大利队是以65比60战胜了中国队 此战意大利队开局顺利 最多时曾以16比6领先10分 看起来似乎意大利队掌握了对付中国队 特别是对付高中锋 郑海霞的有效办法 用中锋贴身防守 同时外围队员协助加击的方法 使郑海霞几乎不能发挥作用 同时利用郑海霞动作较慢 这一弱点频频切入直接投篮 中国队在上半场进行到 大约一半的时候调整了阵容 以小个为主 才逐渐有所起色 特别是几个中远距离的投篮命中 鼓舞了全队的士气 比分打成了18平 在这之后中国队逐渐超出 反以36比27 9分的优势 领先结束上半场 和中国队 意大利队同在一组的 还有俄罗斯队 加拿大队 巴西队和日本队 因此中国队对意大利队这场比赛 对于中国队能否打入四墙是至关重要 因为按照奥运会比赛的规则 只有小组前两名才能够出现 下半场比赛开始以后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中国队防守松懈的老毛病又犯了 对意大利队捉有成效的切入上篮 和切入分球 中距离投篮防守不利 特别是被对方断球次数增多 在整个下半场 中国队只投进17分 少得令人难以直信 而对方下半时得了35分 从统计数字看 中国队投篮命中率 篮板球等项目上和对手相当 三分球甚至于比对方占优 十投四中 而对手是十一投三中 中国队的主要差距在于被对方断球12次 自己只断对方传球7次 另外被对方盖帽六次 而自己只有一次盖帽 中国队首战以九分之差失利 使得小组出现前景不容乐观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中国女运动员在球类项目上 纷纷和老对手相遇 有优也有喜 其中中国女子累球队首战告捷 以6比2战胜了实力相当的澳大利亚队 女子累球也是本届奥运会首次设向 共有8个参赛队 先进行单循环制 然后积分前4名的队 再打配旗制 决定最后名次 在女子累球的8个队当中 除了中国队以外 其他7个队是美国队 澳大利亚队 加拿大队 日本队 波多黎各队 中国台北队和荷兰队 从实力上讲 美国队最强 澳大利亚队也属世界前三名之列 最近和中国队交手 中国队是富多胜少 但是在这一场比赛当中 中国队的发挥相当出色 在第六局的时候 以3比2领先 这个球没有打好 在第七局 中国队打出了一个 非常漂亮的本类打 球直飞场外 澳大利亚选手只能望球星探 这一击是中国队 平天三分奠定了胜局 首战取胜 强劲对手固然可喜 但是要想最后打入前4名 还要碰美国 加拿大 日本等抢手 场场都是硬仗 好 观众朋友们 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的建立宝奥运 赵立宏在中线断球成功 他带球换过两名防守队员 在禁区左侧 大脚射门 这个球射得十分刁钻 擦着横梁飞入网窝 在下半场的比赛里面 双方均无剑术 中国队最后是2比0获胜 激进比赛在亚特兰大时间 今天下午产生了两枚金 现在比赛里面我们看到韩国队事务比较多一点 中国队的5分里面有3分的都是由于韩国队受送的分 比数是3比5线韩国队发球 韩国队发球队员这是5号 这是李竹珍 这个队员是卓二传 一传一到位 中国队这种快攻的战术就起来了 现在外华球中队发球 现在比数5比3 11号 洪志云 洪志云发球那队球出界 但是参与人判定是发在阶内 现在是韩国队发球得了1分 现在是5比4